担心内地疫情1299优邦失手了红底 大家都在怕,如果现在是广东疫情新闻 会否说两地通关短期内也未必会这么快 本身之前就憧憬会多了内地客就来香港买保险 现在是否没有了这个憧憬? 优邦会否短期都继续受到打压? 其实它的股价表现可能倾向近期有负面消息 会受到一个影响 因为刚刚这个银保监 其实香港的银保监也出了第一季的数字 就是内地人来到香港去购买保险的时候 同比下跌了98% 对应上年来说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也会倾向影响一众的保险股 尤其是一些外资股的影响相对上会比较大一些 暂时去看的时候可以留意 有邦在95元这个位置是否能守得住 还有他有另外一个因素要考虑 就是现在本身在恒指方面的权重是比较高的 有超过11% 但6月7日当这个调整生效的时候 权重是要下跌8% 变成这个被动的沽压来说 也会影响短期有邦的表现 所以暂时未入市的朋友可以去看下跌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能近期回一回 有可能下跌到92或90元才去部署 至于已经持有货的朋友 如果继续他可以守得住95元 就可以继续观望一下